主里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平安。 我很荣幸代表三一神学院向你们温安, 带来上帝的祝福和基督里的平安。 也很感恩今天早上有这个机会与你们在主里交流, 希望透过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彼此勉励。 让我以一个故事来开始今天早上的正道。 我有位同事,那我们就称他为平安吧。 平安告诉我他有一件有趣的经历。 那平安也是一名牧师,在他准备案例的过程中, 需要接受一个施工委员会的面试。 那施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资深的牧师。 其中一位牧师问他,平安啊,平安, 几天前我看见你在三一神学院打扫停车场。 你从那次经历学到了什么呢? 平安回答说,我母亲对我撒谎。 牧师们都感到很震惊, 那会问他的牧师急忙地问道, 平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平安毫不犹豫地回答, 妈妈告诉我,如果不好好学习, 长大后将到处去扫地,成为一名亲道夫。 那如果你从父母那里听到这番话, 那你一定是我的同辈,不然就是我的长辈。 因为我也是常从我的阿公阿嬷那边对我说这番话。 那虽然我们不会轻视亲道夫, 也认可他们在社会保持道路清洁这个重要的工作。 但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当亲道夫呢? 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成为清洁工人呢?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会这么想? 因为这份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 没有声望,又没有高薪知。 作为父母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比我们的好。 最好是有一个良好的教育, 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不过,要成为伟人, 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吗? 那如果不是, 那么要成为伟人, 关键又在哪里呢? 对耶稣而言, 伟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让我们听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 对伟大这个课题所说的话,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请您开启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听到你为我们所准备的话语。 请您睁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清真正伟大的样子。 请您敞开我们的心, 来接受你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 接受你来改变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那小时候, 母亲常对我跟我的弟弟说, 你们要彼此分享玩具, 最终呢, 我们总会是争吵, 像很多哥哥弟弟都一样, 如果不是为了玩具呢, 就是为了电视节目播到等等。 他的话都是从我们的着尔静, 幼儿出。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有同样的经历哦。 主耶稣基督刚刚告诉他的门徒, 他将为世人牺牲他的生命, 为他们示范舍己的意义。 但不久, 门徒们却互相争吵。 他们吵些什么呢? 他们在争论中, 在他们当中, 谁最伟大? 耶稣的话也是从他们的 左而进右而出。 或许门徒们不能接受 耶稣所说的那种侍奉, 那种自我牺牲舍己的侍奉。 我们谁最伟大呢? 这个话题如此充满着自我呀。 门徒们都把自己的利益 摆在第一位。 他们只关心, 在他们当中, 谁最大? 对于这个问题, 耶稣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他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的身边。 那我们要记得, 在耶稣的时代里, 小孩子是没有权力, 没有地位, 没有发言权的人, 不像现在, 我们都把他们当成宝贝。 如果你照顾他们, 你甭想得到什么好处。 耶稣告诉门徒,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猜我而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 他便伟大。 事实上, 门徒们要是接纳小孩, 他们将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耶稣却告诉他们, 无论谁接待孩子, 欢迎那像小孩的, 那卑微的, 无能为力的, 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回报的, 他就是接待耶稣, 接待天父。 耶稣也告诉他们, 你们当中最卑微的, 其实是伟大的。 这么一来, 耶稣把门徒议论的焦点, 从谁是最伟大的, 变成谁是伟大的。 那耶稣把门徒们议论的焦点, 从谁是最伟大的, 变成谁是伟大的。 那如果说最卑微的, 其实是伟大的, 那么在座的每一位, 也都是伟大的。 你们同意吗? 主里的兄弟姐妹, 如果你认为你是最卑微的, 经常被人家忽视的, 是不重要的, 或是没有影响力的小人物, 耶稣说, 你是伟大的。 然而, 我们都感觉自己是伟大的吗? 要注意的是, 耶稣没有否定, 或拒绝门徒们要伟大, 成为伟人的理想, 他却给伟大一个全新的定义。 耶稣对我们说, 你们都是伟大的, 你们不需彼此之间争取, 或者是竞争谁比较伟大, 你们只需要欣然地接受它, 并且显示它。 同样的,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都是伟大的, 但他们却误解了伟大的意义, 由于他们的误解, 他们就互相竞争地位, 看谁比较伟大。 我心想, 参结啊参结, 那参结是我的名字啊。 做段话看来好像不大适合你, 从来没想过要当成一位最伟大的人嘛, 只不过偶尔虚荣心作祟, 想炫耀一下自己懂得一点希腊文, 比别人懂得多一点, 就像现在, 开个玩笑啊。 不过现在我的确需要用希腊文来解释一下, 回应那些像我一样, 就不觉得自己想要当最伟大的人。 那第46节中的希腊文, 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谁是他们当中比较伟大的? 因为一共有12个门徒, 所以译本, 其实没有翻译错啊, 他们翻译对了, 他都把它翻译成, 谁在他们当中最伟大的? 那如果我们把十个门徒, 剪剪剪剪剪剪, 剪到剩两个呢? 那么这些经文的意思, 就意味在他们两个门徒当中, 谁比谁更好, 谁比较棒。 这样一来, 这段经文就让我觉得羞愧, 因为问题不再是, 谁最棒, 而是我比谁棒。 让我举个例子, 不久前, 我教会的小组在讨论的话题是, 与伴侣之间的沟通。 从讨论中, 我才晓得自己有我比你棒的态度。 怎么说呢? 那我常常跟我太太谈论某一件事时, 有时候她当她在思考要表达, 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时, 要是我心里有了个想法, 或者是有了个念头, 我就会不知不觉地打断她, 说出我自己的想法。 而且当我哔哩啪啦说完后, 再问太太, 亲爱的, 刚才你想说什么呢? 她当然很不高兴地回答说, 现在我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质问, 为什么我要打断她呢? 当我自我检讨, 反省反省一下过后, 我发现其实原因不是因为她表达得太慢, 而是我总觉得, 我自己所要说的, 所要表达的, 比她的想法更重要。 我的想法比我太太的, 更有深度。 这就是一种自我为中心, 自以为是的态度, 让我觉得我自己比太太更好, 比她更棒。 这态度使我打断她, 阻止我听她所要讲的话, 这不只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 有时严重的话, 也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这样一来, 耶稣所接下来所说的话, 就更有意义了。 耶稣告诉她的门徒, 以她的名接待最不起眼的人, 就如这个小孩子。 那耶稣这番话的重点, 不仅是接待, 而是以她的名接待。 而以耶稣的名接待, 以耶稣的名去欢迎别人, 这个也称为在基督里的友好与款待。 那在基督里的友好与款待, 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不是表示, 要做一位好客的主人, 欢迎接待来访的客人呢? 卢云神父把基督里的友好与款待解释为为他人创造空间。 是哪一种空间呢? 是接待、聆听他人的空间。 这是一种在我们的心里所划分出来的空间, 在生活上为他人划分出来的时间。 这意味着对神、对人必须有颗敏感的心, 才能表出基督舍己待人的友好与款待。 使徒保罗在《菲律比书》第二章中 阐明了基督的友好与款待。 他说,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凡事不可接荡,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要纯心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那耶稣所讲解的伟大是, 那愿意在生命里创造空间给别人, 看他人比自己更为重要, 比自己强。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基督里, 上帝已经使我们变得伟大。 我们没必要互相竞争, 争取地位, 看谁比谁更伟大。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 接纳上帝已经赐予给我们的伟大, 在生命里为他人创造出一个空间。 那如果我们把伟大放在亲子之间的关系, 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又是怎样的呢? 我记得我教会里有一个青年, 在脸书上有写了一个感叹, 那青年说, 当我求我妈妈为我做某件事时, 她总是说给我五分钟。 但是当她要我做什么时, 却是现在你马上给我去做。 这话真的使我觉醒, 让我重新思考我怎么样对待我的女儿, 为女儿抽出时间, 给她一个聆听的空间, 把用在我自己身上的标准, 也用在我女儿的身上。 伟大就是为对女儿的事感兴趣, 真心去聆听她所要说的话。 青少年们, 对父母的话, 你会觉得老套吗? 不管用吗? 有时候我也是有这种态度, 我要承认。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态度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认为, 我们自己比父母更机智, 比他们更聪明, 更明白世俗的事, 比他们更有见识呢? 那如果我们在为父母在生活中, 创造出一个空间, 那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有些老板偏偏喜欢在五觉五点才开会, 或者老板因为有你的手机号码, 就毫不犹豫在工作时间后打电话给你, 甚至要你在周末加班。 这种习惯和态度反映了怎么样的想法呢? 是不是上师都认为, 他的生意或者是他的时间, 比他的下属更为重要呢? 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下属, 为他创造空间将会是怎样的呢? 耶稣所说的, 以他的名接待小孩, 就是在生活上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对待别人。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繁忙的生活里, 你们是否有画出空间来对待你们周围的人呢? 那就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要为卑微的人, 所谓不太重要的人, 画出一个空间, 其中一位门徒约翰马上对耶稣说, 夫子, 我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那约翰的话显示, 门徒们还没真正了解耶稣对他们的教诲。 那耶稣要门徒以他的名接待最卑微的人, 要门徒为他人划分出空间。 门徒反而不要和外人分享他们自己与耶稣的事工。 那早些时候, 38到42节, 叙述门徒无法把污鬼赶出来, 现在他们却要阻止一个成功驱赶恶魔的人, 而且是以耶稣的名哦。 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耶稣怎么样反应呢? 他对门徒们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那耶稣再次告诉门徒, 在他们的生活中创造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为别人的事工创造空间。 耶稣告诉他们, 上帝的事工不是他们独有的, 而是要与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分享的。 就算其他人不属于门徒们同一个群体, 但他们也是以耶稣的名做上帝天父的工作。 那《明书记》11章也有一个相当类似的故事。 年轻的助手约瑟雅 问他的领袖摩西, 要不要禁止营中两个人说预言。 摩西对约束亚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那摩西他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分担领导以色列人的重担和责任。 同样的, 教会有许多领袖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奋向教会里的事工。 像摩西一样, 许多教会的事工都在呼吁会友们参与事奉。 那在我的教会里, 有许多事工都缺少人手, 比如小组的领袖,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会友们可以参与小组领导的事工。 周日崇拜也不够人手参与敬拜的事奉。 不够人主日学也缺乏教师。 基督青少年男军和女军的事工缺乏参与的会友等。 我不知道你的教会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参与领导的兄弟姐妹是如此的能干。 我的能力这么低, 还不够值得, 不能达到事工的要求。 其他人也可能这么想, 我已经不够时间给我自己跟我的家人了, 哪里有时间侍奉呢? 时间又不够, 能力又不足, 怎么办呢? 那主内的兄弟姐妹, 摩西希望上帝将他的灵降在他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的身上。 但我们与他们不一样, 我们都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灵, 领受了圣灵。 上帝已经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属灵的恩赐, 因此没有一个人会不够资格, 或者是没有能力。 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恩赐, 借着圣灵的充满, 使我们有能力参与教会里各种不同的侍奉。 那其实在我们参与侍奉的过程中, 我们才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是什么。 比如, 在参与教导的侍奉中, 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有没有教导的恩赐。 在参与小组领导的侍奉中, 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是否有领导的恩赐。 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各种不同的装备, 让我们有能力去参与教会里各种不同的侍奉。 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抽出时间来参与侍奉呢? 那在座的每一位和线上的每一位, 都必须面对类似的生活上的挑战和时间的限制。 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为他人划分出空间, 与他们分担侍奉的负担。 当我们承担彼此的重担, 负担将会减轻, 因为不只是一个人扛, 而是许多人在彼此去分担。 这样的话, 我们才不会被各种侍奉的负担而被压倒。 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愿意分享事工吗? 愿意彼此分担侍奉上的负担吗? 你们会在生活中创造出一个空间、时间吗? 不久前, 我在三一神学院和一位毕业生交谈。 我问他, 你回到教会侍奉, 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谦卑。 他继续说道, 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 在三年以来, 我发现, 无论是在领导、 讲道、 教导的方面等, 上帝都已经为我准备了装备。 因此, 谦卑将成为我侍奉中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 耶稣已经为我设立了榜样。 祂是神, 但祂甘愿虚己。 祂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祂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 谦卑将成为我最大的挑战。 但主耶稣基督也为我设立了最有说服力而最重要的榜样。 主内的兄弟姐妹, 谦卑不只是那位毕业生的挑战, 也是我们每一位所面对的挑战。 那谦卑与伟大似乎没有多大的关联。 但是, 在耶稣给耶稣给伟大的定义中, 真正的伟大是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生命里, 为他人创造空间, 把他人当成比自己更重要, 把他人当成比自己更伟大。 真正的伟大是为他人划分出空间、时间。 来接纳那似乎是不起眼的人, 来聆听那微不足道的下属, 来接待那缺乏经验的人, 来分担别人的负担, 来分享别人的侍奉。 这根本就是谦卑的定义。 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生命中体现出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种真正的伟大, 让我们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谦卑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全能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在耶稣里都变成伟大。 求你帮助我们拥抱你赐予我们的伟大, 在生活中体现出在基督里的伟大。 请你帮助我们在生命中 为他人和侍奉创造空间, 来接纳那不起眼的人, 来聆听那微不足道的下属。 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 把别人放在我们自己之上, 视他人比自己重要。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